借昨天的话题继续聊一聊乌哥为什么没让招筛手登场 我看球迷之间的讨论的也是挺激烈 一方面人认为那乌哥就是用人保守 有问题必须指出来 外线投不进还不上投手太固执 一方面人认为招筛手杠到对 杂数啥都跑不明白 竞技状态也不摘追价 上去也是白档 我觉得那乌哥到底用不用招筛手啊 什么时候用怎么用 根本就不能用一场比赛来衡量或者下结论 至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比赛来观察 首先球队既然引进了招筛手 是肯定要证求了教练主的意见 而且辽阳队能够在自由市场上拿下招筛手 也肯定是付出了一些代价 欠回来是肯定要用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就是招筛手回来的这个时间节点呢 以及辽兰的阵容配置呢 其实并不太利于他的发挥 像秀差记 其他球队认领和教义的几名球员能够虚出登场 都有各自的原因 比如圣灯队呢 在荣志凤和白档天相机收藏之后 后场人手端去 甲浩去通系呢 也是他们上兵情况比较严重 正如捉紧见证 甲浩的水平呢 好歹要比麦乌兰强一点 就是打一个踢板 林伟回来之后呢 他也直接被弃用了 至于李延泽呀 人家本来的实力就过硬 对位上的比卢土不辣呀 至少要高出一个档次 加上无关系 触协率也不稳定 所以人家呢 也能迅速的站稳脚跟 这时候很多球迷就说了 你看人家临时找的球员 怎么都不用磨合 就能直接登场 怎么咱们就不行呢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散 第一呀 就是上面提到的 两队在三四号杯上的 随着小虫的付出啊 人手还是比较宠裕的 而招筛手作为吸引人 你就没有明显高出 哪名球员一挡的实力 自然需要从板东西 片后的位置一点点往上挡 没有办法 对内的竞争环境就这么激烈 后场也是一样 虎豪小手和大牙的 最近的表现也是可拳可点 舍弃哪个呀 都是难以抉择的 所以你指望招筛手 杠刀盾就刺掉其他球员的出场实践的 也不太现实 第二就是记载术方面 招筛手这种三四号位属性啊 看起来功能和适配性都挺强 但问题是 两队这么多年以来的圣明线 一直是防守和篮板球 就是靠这个拿了三个冠军 而且两队最近也没打过 一大四小的战术体系 四号位都是像李小旭 富豪 巴士 蓝多福 吴畅哲 联明 王花栋 这种传统的都不能再传统的二中分 结果就是那天 招筛手提到上线来执行四号位的挡踩任务 队友都有点懵劝了 合计你一个前缝出来干啥 都不习惯 直接撞了一个满回 所以你让球队现在把自己的看家本领和特长 暂时放到一边 去换一套战术打法 这也需要实践 第三点就是乌克自己的佣人习惯 经过了半个多赛季的尝试 现在的轮换套路基本上固定了 就招继尾带两个奉献同时登场 宠明晨 于哲晨 那大部分实践 也都被定义为二号位 而福格领衔的二阵容 由于他持球能力不行 就只能打三号位 保证福格在主控的时候 后场另外两名借硬的球员 具备一定的处理球能力 去帮他分担压力 而乌克对于藏阵林的攻防两段的依赖度 也确实太高 只要是二阵容处问题 迫于战机的压力 就立马把金锦拿回去 这导致留给三号位替补出场的实践 其实并不多 这也是乌克存在的一个小问题 不少人看到这 说你这就是给乌克应洗 你上面自己做的欠回来就肯定能用 然后来着罢了这么多不用的理由 也是自向矛盾 其实我的主要观点 还是赵山手在未来肯定会用 那买来的车行不行 也得上到六辆圈 通过一段时间 你大伙互相竞争 也形成碾鱼效应 能者上位 但是你现在让他 你迅速就进入主要轮换 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司机 他的身体状态也还在恢复起 他也不是神投手 场场能保证三分球能两头两中 别今天李小旭富豪投不进 小虫状态不好 那就喊着赵山手上 明天赵山手上去手感全无 脚步跟不上了 又差点上丢了西瓜剪纸 奉献到底用谁 也需要一个过程 一个契机 大伙都耐心一点 再下结论也不迟 这一段时间 感谢观看